下面开始绘制楼梯 使用直线命令来绘制楼梯 点击此端点 在命令行中输入1500 单击一下鼠标 在适当的位置再单击一下鼠标 并右击结束命令 这样就绘制了一个楼梯 绘制其他的楼梯可以使用正列命令 选择行为 9列为1 行偏移为 -270 列偏移为1 点击选择对象 选择此直线 最后点击确定 这样就一次性的将其他的楼梯绘制完毕 接着 绘制脊型 作为楼梯的扶手 注意 注意此几形的尺寸为 宽为100 高为 2320 结合对象的选择 结合对象捕捉使用移动命令 将此举行移动到适当的位置 这样进行移动到了台阶线的位置 接下来 对台阶线 及扶手 进行修改 使用修改 使用修剪工具 进行修改 将楼梯线及举行都选中 按回车键 确认 在命令行中输入F 按回车键 确认 激活删栏选择方式 拾取第一个删栏点 再拾取第二个删栏点 按回车键 确认 再次按回车键 退出 这样一次性将举行里边的直线部分都修剪掉 到此楼梯的台阶及扶手 绘制完毕 接下来使用 多弹线命令 绘制楼梯上下攀栏方向的 箭头 点击并拖动 再点击 并往右拖动 确定一个点 再向下拖动鼠标 确定一个点 此时在状态栏底下输入W 在起始宽度中输入 120 按回车键 确认 在端点宽度中 输入0 在指定下一点中输入200毫米 按回车键 确认 再按Enter键 退出结束命令 再次使用 此命令 位置另一个攀圆线 再使用多段线命令 位置出两条子断线 最后使用修剪命令 进行修整 楼梯 绘制完毕 如图锁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